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签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忘记了 他把你先写到我先去看看 我们看到14页 16题 14页的16题 你看那个焦点主题16 二次函数 啊 這個比較重要 他這個地底16呢 只是問你這個頂點坐標 這個的頂點坐標 他其實是看人家y等於 4 你就操一下 不好意思 他有個標準的樣子 這s 平方幹成x-0的平方 他再加一個0 你看這就是s 平方 再加一個0 所以頂點就是00 0 這個是 24系數真的開口用上 他是這樣子 頂點就是這個 啊 這個國中語學過 23數的頂點 他有這個標準的樣子啦 這頂點是0頂 這頂點是0頂 14頁 立題16 第1小題 他這個第1小題反而麻煩一點 第2小題等於幫你寫好 答案就在眼前呢 第1小題要把這變成這樣 看得懂啊 那第2小題你根本沒事情做啊 他都幫你變好了 第2小題 他那個頂點 就是1 1 大概在眼前喔 好 好 因為你 你看 這個這個二次紀錄負的 他是這樣子 開口向下喔 好 就這邊是0的時候他會最打 對不對 這個是0的時候 平方 震的嘛 乘3個負的是負的 這邊如果不是0 值是不是一定會下降 這樣 對吧 這個不是0這邊一定是負的 就下降 所以他的最大值是5 像什麼 他圖形會像這樣 啊 第5 有圖形就要跟著畫一下 幫助你了解 等一下 第17就有那個公式了 我說不用 不用自己寫 嗯 第2小題答案 你帶點錢啊 1 5 2 2 2 4 很多題目可以考 1次沒什麼題目啊 2啊 115 我摸之前這邊要好 嗯 這塊字 115 115 115 215 316 就是二次含柱的一般是 AX平方加BX加C 你可以经过配方法把它变成长成这样 配方法 等样逆时器就要做了 那变成这样有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这边这个平方啊 你X带H这边就没了 Y就是K 懂吗这是所谓的顶点 如果A大于零就是 最低点 A小X是最高点 这个就在那个 14页上面给它画起来 14页上面第一行 Y等于AX平方加BX加C 它可以变成这样我们看到 A的S-H平方加K 称为二次含柱 那图形是抛物线嘛 开口向上向不下 它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后面圆锥曲线 又学了一次抛物线 那时候用圆锥曲线的方法在做 啊 虽然应该是导致点的那个过程不太一样 这个就是你这个样子要记起来这个 14页上面那个 有的题目 讲白点你背不出来就没了 你背不出这个 A S-H平方加K 你这记大概都没了 好你背不出 他给你个警戒你背不出来这个样子 啊 还是要自己列东西啊不管你学什么 啊 现在讲的应该都还在鼓动的范围 好我刚才是 15 YES 漆皮 1 我觉得简单一点哈 这边有个110 去年有考 所以我刚刚不是写那边了 就不要抄在这个题目里了 但你不用抄题目了 15页第17 他本来说要你用配方法把它变成这样 求顶点 现在这个 二字还是求顶点有两个 一个是配方法 一个是带公式 其实带公式也就是配方法得到的结果 那现在 很喜欢要学生做配方法 或者说 这好像是 108课纲的重点 他们喜欢学生做推理 就某种程度上不喜欢 像这个还喜欢用配方法 他觉得你 虽然麻烦但是你有在思考 你要把这个3题出来 3 现在教你用配方法做这个 等一下我们下一题再用带公式 10 s 平方 那这几句这边就变成8了 这样8x 这样 这在干嘛变形 这样 配方法说白了就是在变形 他就在变样子啊 你看沉浸来这个3s 平方 加24s 啊 后面会加50吗 那我教你个方法 就是 上下就把它完成了这样 这样 配方法就配成完全平方的减层